这一回有人大动作来召见新的警察局长的是谁 就是我们的新政院长苏贞昌 苏贞昌传出在下午将个别来接见 包括了彰化线在内一共有八个县市的新任警察局长 这其实告诉大家是解研之后的头一遭 这隔魁直接来约见新任局长 这样的一个动作将打破警戒的惯例 好有网络现在也爆出是不是苏贞昌跟徐国勇 这个一个行政院长一个内政部长两方再角力呢 难道是绿营自己的这个茶壶内的风暴吗 好来先来看看这个苏贞昌传出在八月十八号下午 即将要接见八位新任的警察局长 而政院现在也跳出来缓夹说 是在新任局长上任之前呢 苏贞想要认识认识他们 另外呢包括了民党党长干事长的刘世芳也说 认为这样的一个刑场会面妥当安排 没有所谓的内部的问题 事前也已经通知了内政部 因为警察局长呢是直接归内政部来管 其实告诉大家昔日的流程 好包括是由警政署先推荐人选 再由地方政府同意之后 再把名单统一送到内政部长 这内政部这边 但问题来了你来看PTA 大家网友全部炸锅 有网友说苏贞昌是想当总统想疯了吗 直接跳过内政部直接跳过徐国勇 把自己当成台湾的大统领了吗 还有网友说是不是在为女儿选新北来铺路啊 好不过其实呢蓝尾也怒轰了 苏贞昌是想告诉警戒 我才是真正的老板 好根本是吃相非常的难看 侯友宜也跳出来痛批 他说警察是国家的 不是哪一个人的警察 史上头一遭行政院长苏贞昌 个别约见即将上任的八名警察局长 名单提前外流震撼警戒 传出18号下午4点将接见 彰化现新任警局长吴坤旭等人 每人15分钟名单甚至还仔细列出 八位局长的出生年月日 以往由内政部批准人令后 由现任局长陪同新任人选 拜会县市首长 这回苏贞直接约见局长 这是解言后头一遭 署长直接找院长 架空部长 这什么体制啊 完全破坏体制了 其实不应该这样子的 警政署长陪同院长亲自见局长 蓝军炮轰这是耍官威 吃相太难看 他这个吃相太难看了 而且就让这些的局长知道 你的真正主持是我 而不是内政部长许国勇 跳下来跟内政部长 抢这个风采 让这些警察局长 以后要感恩要感恩他 而警戒出生的侯友宜也炮轰 苏贞昌难道是把国家当你家 警察是国家的警察 不是哪一个人的警察 紧张上任的警察局长 罕见排队去见院长 霸气的院长 似乎要告诉局长们 我才是老大 记者黄敏俊丁佩杰台北参访报道 一个警察出身的市场 强调一件事情 治安要做好 就要警察有尊严 我对警察 这些过程就是我从一个基层警察 当了署长当到市长 我非常尊重他们的警察人事制度 因为只有警察的人事制度 能够建策 他们才能够保有行政中立 他们才能够勇于有真言的去执法 这些过程就是我从一个基层警察 当了署长当到市长 永不变得出心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警察同仁 不管你在高间在基层都是一个团队 警察就是一个团队 警察是国家的警察 不是哪一个人的警察 都是国家警察 都是保护人民 爱护 我们最辛苦的人民 碰到最终克兰的时候 他就要永远站出来的警察 您拨打者 与我去的警察 和警察 警察 不管是 警察 警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